一个谋求民主的国家 缅甸在国际上却混得越来越惨 国家发展与人民的和谐息息相关 而迄今为止 亚洲大部分国家早已脱贫 一些国家甚至踏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 并不只有欧洲才有发达国家 中南半岛上的新加坡也成为了发达国家之一 可同样位于中南半岛上的 泰国和马来西亚暂且不提 因为他们的人均GDP还较为领先 但是他们的邻国缅甸 至今才刚刚脱下了贫困的帽子 如果认真分析缅甸的地势 会发现他们的国土面积和国内矿产数量都位居前列 凭借着如此优越的先天优势 缅甸可谓是老天爷赏饭吃 但事实上的缅甸还在讨饭吃 缅甸身为新加坡的邻国 为何发展如此落后呢 占据着优势的他们为何不好好加以利用呢 一心求富强的缅甸为何越来越穷呢 视频开始前 请粉丝朋友点击右下角的关注支持一下 中国与缅甸离得很近 同样身为世界历史上悠久的国家之一 但是中国的富强程度远超缅甸 新中国的富强是由于党的英明领导 但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 中华民族由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组成 这些不同民族的人们不分彼此 团结一心 只为了更好的建设祖国 然而 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存在着如此多的民族 也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内的不同民族们 都有着如此团结一致的心 比如缅甸 早就在一万年前 就有古人类在缅甸地区进行一些基本活动 而在1044年 缅甸地区终于形成了一个出具规模的统一国家 史称红沙瓦底 随着国家统一而来的就是朝代的更迭 缅甸在这以后经历了蒲甘王朝到冬裕王朝 随后就是其最为强盛的王朝 共榜王朝 但是历史悠久 带给国家的问题也具有两面性 它赋予国家历史文化厚重感的同时 也因此遗留了很多尘科素纪 而其中最为致命的还是 缅甸身为世界上最大的多民族国家带来的问题 缅甸的民族种类能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足足有135个民族 数量众多的民族之间发生的摩擦也数不胜数 民族矛盾成为缅甸的心腹之患 而在这135个民族中 缅族在缅甸所占据的主导地位 就如同汉族在中国一样 是缅甸国内人数最多的民族 基本上一大半个缅甸都是由缅族人构成的 除此以外 缅甸境内还存在着以克伦族等其余七股力量 一共构成了缅甸的八大势力 而其余剩下的民族 则是分别依附于这八大民族生存 但是像缅甸这样 存在多个民族的国家也不在少数 可真正因为民族问题导致国家发展 而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只有缅甸了 某种意义上来说 缅甸已经成为了一个表面统一内部 却支离破碎的国家 内部的破碎导致缅甸的不堪一击 但这种七分八裂并不单单 只有因为历史悠久遗留下来的问题 这其中还有自诩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的横插一角 早在1757年 英国就凭借着领先世界的发展技术成为了印度的统国 而占领了印度的英国自然不满足 它像一头贪婪的恶狼 转而盯上了缅甸丰富的木材跟宝石矿产 因此英国派遣了在印度的驻军入侵当时 还处于共榜王朝的缅甸 逼迫其割地赔款 在压榨了共榜王朝多年以后 英国直接发兵灭亡了缅甸的最后一个王朝 至此缅甸彻底沦陷为英国的附属品 英国将缅甸划分到了英属印度的旗下 可随着英国不断扩张 其统治下的人口数量越来越多 英国统治者对于管理这些国家 已经开始有些力不从心了 但英国怎么可能愿意把得到的利益拱手相让呢 那么英国会采取怎么样的措施 来统治这数量庞大的附属国家呢 缅甸的分裂是不是因为英国的管理方式导致的呢 缅甸想要谋求民主 却混得越来越惨 成为一个脆弱的国家 它曾是英国的殖民地 按理说是有发展底子在的 那么为什么会越来越不好呢 这就要谈及英国对缅甸的管理了 疲于管理的英国统治者对于缅甸复杂的构成 又用上了它的惯用伎俩 那就是愤而置之的管理政策 这种办法让早期英国在中东地区的统治上 就屡事不爽 所以针对缅甸 英国决定惯行该措施 愤而置之也就是分化缅甸整体 拉拢其他弱势力 联合他们打压强大势力 而缅族身为缅甸的主要民族 自然成为英国第一个盯上的目标 英国认为如果不加以遏制缅族的发展 缅族迟早会强大起来反攻英国 所以英国找上了缅甸内部的克伦族等 与缅族积苑已久的较弱势力 甚至还暗中人为制造矛盾 将缅族推上风口浪尖 成为众矢之地 就这样缅族的力量逐渐被其他民族消耗 缅族实在分身乏术 无暇顾及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 1947年 以昂山为首的反法西斯同盟成为了缅甸临时政府的掌控人 昂山掌控缅甸以后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同英国签订了协议 在协议中 英国表示同意缅甸独立出去 表面上是对缅甸的有利之举 其实 昂山自己心里清楚 如果缅甸独立出去 没有了英国在缅甸和民族之间的牵制 缅甸最后迟早被国内的民族武装力量一哄而上 瓜分的连渣都不胜 而这是昂山最不愿看到的局面 为了将破碎的缅甸联合起来 在英国承诺让缅甸独立的前夜 昂山主动约谈了国内的少数民族武装力量的领袖们 同他们达成了一致 签署了和平条款并龙协议 由于时间仓促 该协议的内容很少 但重点突出了各少数民族 在各自的统治区享有绝对的自治权 昂山所提出的这一协议 完完全全是站在了维持缅甸统一的角度上 为了缅甸的发展 他可谓是煞费苦心 就在世界都认为 缅甸这一次可能会彻底解决 遗留多年的民族矛盾时 昂山竟然被政治上与他不对付的爱国党刺杀了 而后来上尉的武努却并不像昂山一样心怀大义 他是一个坚定的大缅族主义者 他始终站在缅族的立场上 为缅族人争取利益 丝毫不顾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死活 而其他少数民族的领袖 在被英国统治时就一直忍气吞声 如今还要继续忍受武努的打压欺凌 英国军事力量强大 他们无法反抗 可不代表着他们也不敢与缅族硬碰硬 所以其他少数民族的领袖 纷纷揭杆而起 大张旗鼓的要求独立出去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实现自制 缅甸内部已经乱成一团了 可武努还选择视而不见 甚至因为他的宗教信仰问题 让其乱上加乱 乌努此人信奉宗教沙文主义 所以他上台以后 第一件事就是将这种主义推行全国 还花费大量人力财力修剪佛庙佛寺 可构成如此复杂的缅甸 当然不止信奉佛教主义 其中克伦族就是坚定的基督教信徒 他们对佛教的大肆盛行极其不满 认为这侵犯到了他们的宗教利益 再加上乌努上位后 还雷厉风行地强势镇压了国内的罢工行为 这也引起了缅甸共产党的愤怒 免共内部也开始发生内讧 乌努这一系列让人费解的行为 使得他已经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危险境地 乌努已经对此感到焦头烂额了 无奈之下 他只能请出乌奈温将军 请他成立军事看守政府 对一切反动力量采取军事镇压 可乌努死也不会想到 他这一招完全是引狼入室自食其果 乌奈温将军成立军事看守政府以后 手下有了大量武装军事力量 再加上他越来越看不惯 乌努的软弱无能 认为他在对反抗少数民族武装力量上 一无所成 所以在1962年 他利用自己麾下的军队 发动了政变 夺取了乌努的地位 成为缅甸政府的最高领导人 那么 乌奈温将军上台以后 会做出什么样的措施呢 他所做的措施 能不能解决缅甸内部的矛盾呢 乌奈温能否扭转局势 化腹朽为神奇呢 缅甸想要谋求民主 结果越来越衰败 其原因却并不让人意外 缅甸政权自他独立以来 就几经变化 军人政府一度掌管国家政权 那么这样的管理 对缅甸而言又是怎样的呢 乌奈温将军 推翻了无弩的软弱统治以后 成立了军政府 从此以后 军政府的统治 在缅甸持续了50年之久 乌奈温上位以后 带领军政府 在缅甸国内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并且在政治和经济方面 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虽然改革力度非常大 但是乌奈温的这种改革 根本没有对缅甸的具体国情 进行仔细分析 具有盲目性 而且乌奈温表面上 披着共产主义的羊皮 看似人畜无害 实际上就是一头贪婪的狼 借着共产主义的名号 大肆敛财 供自己贪图享乐 为了自己更好的享受 在1963年 乌奈温就急不可耐地 颁布了国有化法案 法案规定 国内的所有外资银行 全部归为国有 甚至在次年掌控了 粮食木材等出口外贸 还强势地把工商业 划分到了缅甸政府名下 对内将缅甸的经济政治环境 改得面目全非的乌奈温 对外也十分不友好 1967年 乌奈温受益缅甸军队 发动大规模排外运动 尤其针对华人 在国阁等华人聚集区 进行烧杀抢掠 得知国人受到如此大的伤害 中国直接宣布 与缅甸断交来往 如果说吴奈温所做的这些改革 还是站在免族立场上 为其牟利的话 那吴奈温接下来的行为 更是让人大跌眼镜 与前任领导人吴努 信奉佛教不同 吴奈温竟然狂热地痴迷 于占星术这种玄学 这种痴迷随着年岁增长 而愈发离谱 这一时期 占卜师在吴奈温麾下的 军政府内部的地位 水涨船高 吴奈温不管做什么决定 都会询问占星师的意见 甚至占星术显示 他的幸运数字是9 吴奈温就下令废除 缅甸的现有货币 将货币金额全部改为9的倍数 吴奈温认为 这样有利于他的经济发展改革 可吴奈温是满足了 缅甸民众却根本无法理解 这种荒谬的事情 缅甸普通民众 手里多年来的积蓄 因为一场毫无意义的货币改革 而化为乌有 因此 吴奈温的上台 不仅没有改善缅甸人民的生活 反而使其无法落后 被东南亚其他国家 远远甩在身后 缅甸每况愈下的经济 也让联合国在1987年 给他戴上了世界上 最不发达国家的贫困帽 此年 日子过得贫困痛苦的缅甸人 终于无法忍受吴奈温的统治 爆发了缅甸历史上 第一次民主运动 而这次运动的导火索 还是吴奈温下令销毁货币 导致人民手上分文不胜一事 缅甸所有不同阶级的人民 从农民到工人 再到更高级的医生等 全部参加了这次民主起义活动 为捍卫自己的权益发声 尽管这场缅甸历史上 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运动 换来了吴奈温的下台 可这并不代表着 这场运动的彻底胜利 因为取代吴奈温 上台成为主席的是吴胜伦将军 他被缅甸人冠上了 仰光屠夫的称号 他统治的军政府形式风格 比吴奈温更加强硬 甚至直接将缅甸大部分可控地区 改为军事化管辖 如果有人在此过程中提出异议 也会被圣伦将军挥下的军队 无理由直接开火 将其歼灭 一时之间 无人敢站出来 反抗圣伦的管理 缅甸的民主示威活动 也由此宣告失败 世界各国还因为 吴圣伦残酷血腥的手段 而对缅甸进行了道德谴责 美国甚至对缅甸 采取了行动制裁 限制缅甸人的签证 禁止缅甸的军火运输等 这些行为让缅甸的处境 再次遗落千丈 使其经济陷入低谷 而让缅甸贫困的原因 还不止上层领导者的 昏庸无能 以及民族矛盾导致的割裂 缅甸人民自身的生活方式 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缅甸人民大部分信奉佛教 这种信奉并不是简单的心理的信仰 缅甸人民还将这种信奉 体现在生活行动中 在每个缅甸男性十岁时 就会进行剃度 然后短暂地修行一段时间的佛学 甚至大部分缅甸人 会选择直接出家成为僧侣 在此期间 他们彻底放弃了日常的生产劳动 潜心进行一切佛学活动 不问世事 而没有成为佛教僧人的缅甸群众 会将自己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家产 全部捐赠出去 修建佛塔等佛教设施 并且为此倾家荡产露宿街头 还也乐在其中 有劳动能力的青壮年 选择出家修行 不从事任何生产活动 剩下的缅甸群众 则会花光家产 为这些僧人建造佛塔 供其修行 而没有想过吧 这些钱用在更加实际的改善生活中 所以缅甸的贫穷 与他们自己的选择 也脱不了干系 您对此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观看